好另外一个呢再也没办法在TikTok上看到了 包括了南韩天团BTS的还有这个全球性的天后 泰勒斯的流行歌曲 这个是因为商业机制谈不拢 因此呢环球音乐就拉下来这些知名歌手的流行曲上TikTok 他不满意AI威胁音乐人的权益受损 因此不再和短影音龙头TikTok续约 我们看到这些当红的歌手 包括了当红的团体的歌曲约满的时候 就不会在TikTok再看到听到 深城市AI为音乐界已经带来冲击 用AI做音乐是力是弊 那么就跟很多地方运用深城市AI一样 没有什么定论 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音乐 最近签下协议 用AI重现了法国传奇天后的声音 唱的是西班牙文 歌名Dubidubidu也没有任何含义 却在亚洲的日本疯传 今年1月 这首智力歌曲打进日本Spotify的Viral50榜单 跟其他排行榜不一样 这是根据歌曲分享术 以及社群网站活跃度来做的排名 最令人惊奇的是 这首洗脑神曲是演唱者 二十年前年今五岁时 在电视节目上表演的歌 串流平台和社群媒体 成了目前把音乐传向世界的重要媒介 但前提是要双方先达成共识 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环球音乐 最近就跟短影音龙头TikTok谈不拢 决定不再续约 也就是现有的协议一到齐 包括小天后泰勒斯 天团BTS等旗下艺人歌曲 都会从TikTok上消失 这间跨国音乐集团 除了质疑平台的安全性 还控诉TikTok没有支付合理对等的报酬 更不满AI的威胁 那如今不止两间公司 整个相关产业都对用AI来作歌 写词包办整个流程持不同的立场 另一大唱片公司华纳音乐 则在最近签下协议 要用AI来重现法国国宝级女歌手 艾迪皮亚弗的声音 当音乐碰上最先进的科技 究竟是宣判死刑 还是开启一个新纪元 或许能到英国伦敦 玛丽皇后大学的这间录音室 找到一点线索 这名博士生正在示范一种叫做Nest的虚拟乐器 他头部戴的AR扩增实境头套 能追踪手部动作 做出相对应的音符或和弦 无形的音乐创作都面临威胁 更别说有心的实体唱片 放眼望去 从架上收纳的 墙上表框的 通通是被完好收藏的专辑唱片 不止绝版无价 有些还有本人亲笔签名在上面 像是滚石乐团 皇后和尚团 一顾歌手大卫包一等 这间音乐典藏中心ARC 是由老板乔治 在1985年 用自己收藏的47,000张唱片 一手创立 如今唱片数量 已经累积超过300万张 不止世界各地的音乐 都能在这找到 类型更从摇滚蓝调 乡村到hiphop应有尽有 再加上书籍海报等周边商品 ARC开业到现在将近40个年头 却在四年前疫情爆发时 因为负担不起 纽约市的高租金而搬来郊区 从外头看进去 很难想象屋内竟收藏丰富唱片 尤其这栋建筑物 原本是用来圈养株枝的 如今却出现瞧不定许可的问题 身为全球其中一间最大的音乐收藏馆 在数位时代的浪潮中 继续寻觅新出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